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时候如果官员还是没有列席的 官员没有列席啊 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事不过三啊 第三次啊 我们会正式拜访监察院 以相关的单位啊 如果他们不来开会 我们会正式啊 要求他们做出懲罪 我也呼吁他们啊 为了整个市民的权益啊 必须依法到议会来开会 否则这个领薪水不开会啊 这个是绝对是违法的 那议长今天他们那个民进党团啊 他们他们开记者会说这临时会是 你明天刚好那个法院民事庭要开庭 然后他又说这是为了撑起保护傘 然后才开这次临时会的 这个是福扯啦 我想这种口水我不再回应 而且临时会啊 我们都有请示 内政部及相关的单位 我们所有临时会的召开啊 都是依法进行 好 谢谢